Hello大家好我是咕咕很久很久没有跟大家更新视频了 然后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跨平台的剪切板同步方案 我自己的话目前用的主要都是苹果生态的设备 包括这个Mac然后还有iOS 苹果设备的话在登录了同一个Apple账号之后 是可以实现互相的复制粘贴的 比如我电脑上复制内容 手机上可以实现粘贴的一个效果 手机上复制电脑上也是可以粘贴的 相信安卓也有类似的功能 但是相信有不少的小伙伴可能是安卓和苹果混用的 或者是苹果和Windows混用的 甚至是Windows跟Linux混用的 所以在想有没有一个方案 可以实现这种跨设备之间的粘贴同步呢 今天我们介绍了这个Sync Clipboard 就是来实现这个功能的 然后也是感谢这个小伙伴给我推荐了这个项目 我们先直接来演示一下这个Sync Clipboard的一个功能 我这边的话因为没有Windows的电脑 我用一台安卓的设备和一台iOS的设备 来跟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我们先忽略这个小米互联服务和这个iOS投屏的这个功能 只是把它单纯的当成投屏的功能 我在这边选择复制 然后有一个APP是HTTP快捷方式这个APP 我们点一下上传剪贴板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快捷方式 我们点一下下载剪贴板 就已经复制过来了 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粘贴了 同样的我们反方向 在这边我们也可以复制 然后同样的在这儿 点一下 上传剪贴板 你可以选择始终允许或者允许一次 然后回到这边下载剪贴板 粘贴 这样就成功了 当然我这边投屏只是为了演示 其实的话 我有小米互联服务和这个iOS的投屏 我其实本质上不需要这个服务 我也是可以来复制粘贴的 但我这个只是为了一个投屏的演示 当然它不只是安卓和iOS之间可以这样复制粘贴 它还可以支持任意设备 比如说你Windows投到MacOS 或者是投到Linux 或者是安卓投到Linux 都是可以的 除了剪贴这个文字之外 它还支持剪贴板同步这个图片 还有文件 它的客户端其实有内置的服务器 但是因为是第三方的 我们也可以自己来部署这个服务端 然后它还支持用WebDAV的网盘 做一个服务器 主要的功能就是 我们一旦把服务端给部署好之后 我们只要下载客户端 然后就可以任意的设备 不限操作系统都可以互相的复制粘贴 可以粘贴图片 可以粘贴文字 也可以粘贴一些文件 然后这个的话是它的一个gethub的地址 目前有1.9k的一个star 已经有2k了 现在 欢迎大家去给它点星星 前面说到了 其实这个think clipboard 它客户端就已经内置服务器了 但是我们为了隐私考虑 还是会倾向于自己来部署这个服务端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部署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搭建环境 我这边的话用的是腾讯云的服务器 然后内存的话建议大家选择一只以上的这个服务器 当然也可以选择其他的这个性价比高的服务器 我在这边也给大家列出来了 这个recnerd的话 一年可能你找70多块钱 有需求的小伙伴可以来这边看一下 系统我是用的derbian11演示 然后装好docker和dockercompose 准备好一个域名 因为这个东西 我们毕竟是要部署在公网上面的 所以一定要做好htps 其实我们要会申请一个SSL的证书 保证它的安全性 反向代理 我这边用的是ngxproxymanager 后面也会跟大家介绍宝塔面板 怎么样做反向代理 然后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支持这个webdef协议的网盘 作为你的服务器 作者经过测试的话 这只有这几个都是可以作为你的服务器的 下面我们就开始一个正式的搭建 没有装docker和ngxproxymanager的小伙伴 可以先参考这篇内容 装好ngxproxymanager和docker 我们就直接开始我们的进行的一个安装 我们这边先登录到我们的服务器上面 然后我这边因为不是root 我习惯于用root 我先切换成root 这个文章的地址我会放在视频的评论区 大家可以一边看着这个文章 一边来进行一个搭建 我这边的话就直接开始搭了 首先我们来创建一个文件夹 创建一个sync clipboard的这个文件夹 然后把它放到root data docker data这个目录下 这样的话方便我们后续管理 然后的话我们进入到这个文件夹里面 接着我们要来创建一个 docker compose.yml的一个文件 我们按一下小键盘上的i 记得要在英文输入法下 然后这边有insert 然后我们把这个yaml文件给复制过去 复制过去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是这个service 然后跑了一个名字叫做 sync clipboard surfer的一个服务 然后镜像的话 我们用的是最新的一个镜像 container name容器的名字 我们就叫这个 这些我们都可以不用管 然后这里的ports 我这边是5133 冒号5033 左边的5133的话 大家可以改成你自己服务器上面 没有用过的这个端口 右边的5033大家就不要去改了 然后还有个环境变量 sync clipboard username和password 这里的话 他默认是用了一个http的一个认证方式 然后我们这边要把这里改成你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 大家记得修改一下 修改完成之后 我们继续 我们先复制 然后给它粘贴过来 这里我就改一下 我改成这个 然后5133 然后同样在这个英文状态输入法下 按下esc 然后shift wq 保存退出 然后我们先要看一下我们刚才的5133的端口 有没有被用过 lsof 我们输入完之后 没有任何的提示 这说明5133这个端口是没有被占用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docker compose up -d 来运行了 这里的话 因为我之前已经拉过镜像了 所以速度比较快 如果你第一次拉取镜像的话 可能会花一点点时间 你等它出现这个created和started之后 我们一般就完成了这个搭建了 我们可以docker compose logs 看一下 这里我们应该 这里没有什么报错 我们应该就已经完成这个搭建了 然后理论上我们就可以用ip加5133 这个端口来访问了 但是这样的话是http的一个方式 http 使用明文传输的话太危险了 所以我们部署在公网的话 一定要考虑做一下反向代理 给它配置一个SSL的质 诊书 然后在做反向代理之前的话 你还需要一个域名 这边的话 你可以去name sale上面买一个域名 我的这个博客的域名 就是在name sale上面买的 然后自带隐私保护 关于域名购买的话 你可以看这个文章 如果你没有域名的话 然后如果你已经有了域名 然后也装好了ngx proxy manager 我们就来做一下我们的反向代理 首先我们把name sale那边的DNS的一个解析 换到cloudflare这边 然后我们在这边来做一个域名解析 这样的话解析速度也会快一些 首先我们域名叫做这个 然后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我们就比如叫就叫cv 然后在ipv4这边填入我们ngx proxy manager 所在的服务器的这个ip地址 我这边的话 因为ngx proxy manager 和刚才我们搭的这个项目 都放在这个腾讯运的这台服务器上面 所以我就要用这个ip 我就给它填上去 然后点击保存 然后我们登录到我们的ngx proxy manager 这边来添加一个反向代理 就叫cv 就叫这个 然后这个ip的话 你如果ngx proxy manager 和你的这个搭建的项目 在同一台服务器上面 你就可以填172.17.0.1 这个怎么来的呢 就是这里ipaddr 你可以填这个ip地址 我们如果在同一台服务器上面了 如果你的ngx proxy manager 和你的搭建的这个项目 不在同一台服务器上面 那你就要填你搭建这个 single clipboard的那台服务器的ip了 这里一定要搞清楚 域名解析的地方 我们填的是ngx proxy manager 所在的服务器的这个ip 这里的话是填项目所在的服务器的ip 端口5133 我们这里可以给它打开 阻止常见的漏洞 然后customer location 这边不用管SSL 我们来申请一个SSL证书 强制SSL打开 同意 这个的话它会自动把你去申请 然后快过期了 它会自动把你续期 还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advance这边也不用管 我们就点save 这样的话它就会去申请一个SSL的证书 帮我们 可能需要稍微等待一会儿 ok 然后我们再次打开 来看一下 没问题 然后这边我们把false SSL给打开 点击save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登录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个这个认证 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就是我们刚刚在我们的这里填的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这边你看到surface running就说明你这个服务端已经搭建好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关掉了 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客户端怎么来配置 我们先来看一下其他的反向代理 那个宝塔面板的话你就参考这边的内容进行一个反向代理 我把它写在IG上面了 首先要把这段注释掉 然后把这段加进去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使用教程 这边的话我就以安卓跟iOS的配置来举例子了 因为我手头上没有windows的电脑 更多的这个配置详情的话大家可以去作者的这个Github来查看 他这边也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当然我也在我的博客这边给他粘贴了一份备份过来 防止有些小伙伴可能访问不了Github 这里写得非常清楚 不管是windows linux macOS 还是iOS 安卓都有 我们这边以安卓和iOS来举例子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首先安卓的话 我推荐大家用这个APP 就是http request shortcards 这个APP的话你可以去 如果你可以上谷歌 你可以去谷歌应用商店直接下载 你可以去Fdroid这里来进行一个下载 或者是Github上面直接下载 如果大家还是下载不了的话 我回头把它放到我的网盘里 然后给大家一个网盘的链接 我把它更新在博客上面 这个博客的链接 我把它放到视频的评论区和简介栏里 然后手机上还要下载一个文件 要导入一个配置文件 就是这个配置文件 我直接给大家演示吧 在手机上下载好这个http快捷方式之后 你可以打开 打开之后 我们把那个配置文件给下载好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三个小点 然后选择导入导出 然后从文件导入 然后我们下载的那个配置文件 你把它解压之后 它是这个shortcard.json的一个文件 我们把这个点击导入进去 导入一个快捷方式 然后回来之后你发现这个快捷方式 这边就有上传剪切板 下载剪切板 和上传文件的这个三个选项了 这时候我们还没有结束 我们还要点击这个三个小点 然后点击变量 然后首先是长量username 我们点击一下 点击编辑 把这个username的这个值 改成你刚才的那个用户名 比如我是 然后点击打勾 然后token编辑 把你的密码输进去 还有一个的话 是这个长量url编辑 然后输入我们的反向代理的 就是刚才那个网址 http 输入好之后 不要带反斜杠 然后直接点击打勾 这样的话 我们在安卓端的配置就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iOS端 iOS端的话 官方给了比较多的一个选择 是用快捷指令的 我这边的话 倾向于用手动同步 大家可以点击这个快捷指令链接 点了之后 我们直接点击获取捷径 获取了之后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这个捷径了 同样的我们要进行一些配置 点开 然后把这个网址改成你自己的网址 文本这里 这个是你的用户名 然后这个是你的密码 都可以改掉 我这边的话应该是3 然后点击完成 这样的话 iOS端也就配置好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进行一个操作了 你可以先测试一下有没有用 首先 我们在这边 我复制 然后上传剪贴板 然后在这里点 下载剪贴板 允许 已经复制成功了 这样的话就已经成功了 同样的你相反的操作 拷贝 上传 允许 下载 也已经拷贝成功了 这样的话就已经成功了 然后大家可以试一试用图片 或者是用文件 以来传传看 windows 这些的话 你可以看这边来配置 应该也是不复杂的 作者这边 windows 的一个概覽图 应该是这个样子 你要把剪贴板同步给打开 可能会更方便一些 然后把你该填的内容给填进去 就可以用了 包括 linux 也是可以的 linux 你可以直接安装这个东西 然后都放在这边了 你还可以让他有自动上传验证码的一个功能 这个的话可能对不少小伙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同样的 他也支持这个 API 有兴趣小伙伴可以看一下 然后关于怎么样更新 卸载的话 我也放到这边的话 有需求的小伙伴就可以去搭建玩起来了 我这边的话也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可能下周也没有时间更新视频 然后祝大家用的开心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去github上面提这个issues 有能力给项目做贡献的同学 欢迎积极的加入到项目中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同时也感谢这个开发人员的辛苦付出 让我们可以用到这么好用的一个项目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